这是新浪的一个推出来的热词,热搜,热榜 关键词就是下一步 吴京说该炸哪了?流浪地球3该炸哪了? 我们看一下它要炸哪 在看到流浪地球2的时候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流浪地球3 所以站在现在来憧憬未来 我想我们四位嘉宾可以一块来带着我们进入到流浪地球的科幻空间 你会觉得未来我们在流浪地球3当中看到什么样的场景 或者是听到什么样的故事 我就一直在想流浪地球一炸了木星 流浪地球2炸了月亮 3的时候炸哪个球呢? 很想把我老婆找回来 我就跟导演说过 我老是喜欢女儿不喜欢妈妈 来一个何家欢 亚亚亚亚亚亚亚就变成数字生命长久的 希望在未来就下一次如果有那个空间有一个容量的话 对我希望把老婆也找回来 我其实特别想看到那个华哥和女儿她那个他们的一些情感的在那样的一个数字世界里的是一个什么样 嗯 就是女儿能长大 华哥变老这个就是这个更多的我是想看到这个情感的系在里面的更充分的东西 嗯 也给我展现一个数字生命到底是是什么现在想象不出来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 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大家期待但是却又不怎么了解的一个数字空间当中 对 但弹幕飘过说不要把华哥变老都可以都可以为了角色什么都行什么都行 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那还在在老是八十岁还能打吗 哦流浪地球寺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个老年版的这个图横宇啊 呃郭帆导演您的想象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是一直觉得电影是有生命的 嗯啊他系内系外我特别希望副总中影我经过我们从第一季第二季已经是八年时间了 如果再有一个四年可能是十二年时间人生有多少个十二年我特别期盼的是不管是系内还是系外我们这些人在一直都在 很多人在看到流浪地球二的时候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流浪地球三所以站在现在来憧憬未来我想我们四位嘉宾可以一块来 嗯我就奇怪啊这些个人啊为什么不戴口罩啊 因为我担心他们谈话了这个空间呢会散布着一个 我想会散布着一个 这个比SARS比新冠病毒还厉害的一些个 啊莫名其妙的毒气在这里面戴口罩好一点点吧戴口罩其实也防不住 好在我格子屏幕感觉到有点受到那种 受到那个东西是吧那个毒气啊 吴京说了下一个呢要炸木星了其实是是吧 是还是要炸火星啊 马斯克肯定是不开心的我这个一辈子的梦想要去火星 你把火星要炸了 吴京的终极梦想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个宇宙大大爆炸吗 啊 吴京的终极梦想就是宇宙大爆炸啊 全部啊消消消消消消消掉掉啊 全部都消失掉啊 他就这个爽了 开心了啊 啊 我是不会看这种烂电影的是吧 我担心你们看这种电影 你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是一切关系都搞成一团乱糟糟 啊就所谓的啊 秦法摧毁一切